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楞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楞言一千日 第209日经文 过望式五体复习 将由三主师兄们来做分享 如来常说 诸法所生为心所现 一切因果世界为成 因心成体 安南若都世界一切所有 其中乃至草叶履结 结其根源 鲜有体性 纵令虚空 亦有名貌 何况清静 妙静明星 信一切心 而自五体 请 法医师兄 师父各位师兄大家好 刚刚我们正好又听了 师父帮我们送建一 建一走到现在这个程度 我们昨天也听第一组的师兄 做了很好的分享 我很快的把一些可以分享 跟大家来讲 人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人真的很会想 想到推穷寻足 阿兰是西岩前 听说是870年前的人 同样有一个人 他讲过我师故我在 这个人大概算起来 相差差了2300多年 看起来阿兰是比较好看多了 他们两个事实上都碰到一个问题 这问题事实上中间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常常听 师父帮我们体相用 一一的解说 我们当然都有很深刻的印象 好下一张 我很快的将我们建一 会走到这里 很快的跟大家讲 佛陀讲完七处真心以后 他就提出了两个心 攀岩心跟菩提心 后来佛陀就挤出了光明前 问阿兰 你是用什么样的心 看到我的光明前 阿兰就讲出了 我的心都是在推穷足寻 人推的就是我的心 佛陀总算有点在骂人了 就斗 这不是你的心 阿兰听了以后 居然就是吓一跳 毕咒合掌 事实上有点故作心态 他又很勇敢的站起来 难道不是我的心 那又是什么 硬吹硬打 很大大 佛陀还是很有耐心 跟他讲 这都是你的虔诚希望向象 我们知道迪卡尔提出 这个我是故我建 是掀起了惊涛巨浪的 因为在这之前 整个欧洲的文明都是神权的时代 他是第一个提出说 人有自由的思想 人有自由的意志 在这之前 大家都认为 即使是自由意志 都是上帝的恩典 自从他提出 17世纪提出这个以来 接下去就是伟大的文艺复兴 今天动地的大变革 包括宗教的改革 政治改革 还有产业的改革 对西方的思潮影响都很大 我们直接讲 事实上两位讲的都是心的用 好 下一章 阿兰这边来讲 他真的是不屈不老 他甚至 我的讲法是有点 他说我不是用这个心 不然我用什么心 你看他马上提出六个 六个他的丰功伟业 我又出家又供养如来 又到处去看 然后我就示奉佛头跟善知识 我还花大门勇心 对一切艰难是我都有办法 正的讲完他还讲反的 如果这个是办法的话 那勇退善心 还是这个心 不止这样子 他还有一点赖皮 他说我发明这个不是心 如果不是我的心 那我就没心 没心就变成土跟木一样 我还不止 接下来是把大家都拉下来 大家都要跟他站一起 大众都一样 这个应该是 如果犯了五位主王 应该是跟他讲一句 你可知罪 但是当然佛头很有耐心 没有跟他这样讲 那我们知道这些伟大的思想文明 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 因为有自由意志 因为有这个思想 光是从科技文明来讲 大家知道现在是量子的时代 量子这件事20世纪 考导了IQ200的一大堆 伟大的物理学家 他们没有办法想到量子是这样的状态 接下来饶舍 半导体 智慧 手机 AI 不知道AI 还不爱 还有Metaverse 那个元宇宙跟的是搞不懂 本来就是一个虚放的世界 还要再去看一个虚放的世界 简直是虚放世界的平方 最后是人 完蛋了 到时候我们看到人的时候要小心 要注意看他后面有没有插头 我们可以创造这样的文明 非常了不起 所以你看思想的伟大 我们可以用心可以用到这样子 好 下一章 我想我们有苏圣音源 跟着师父跟着大家一起学习 老实说我们都是想追寻一个永恒的生命 我想人活着 好想希望都是五湖临门 五湖临门 这个在中国最早的一本散文书 叫散书 他就讲 人活着就是要五湖临门 活久一点 要不缺 受人家尊重 身体健康 身体安宁 有时候做做功德 最后就是善终 这好棒 如果一生都能够五湖临门 那还求什么呢 出唐的时候 这位伟大的诗人 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我们都问过自己 这辈子到底要干嘛 我是谁 怎么有一个我 藏在我的心里 老是出不来 陈子阳这伟大的诗人 你看他 搞不好那时候他看了满天的心斗 对不对 他讲下了 念天地之幽幽 读物苍然而泪下 有的人甚至哭倒在天地之间 找不到答案了 很痛苦 最后金刚经讲了 这句话 这个我们每天人都在念 佛陀直接告诉我们 这些有违法 人生就是事件事 不是梦幻 泡影 招路 好像闪电一样 好 下面一章 我们会追求永恒的生命而来 一个伟大的宗教 如果没有谈到底 说到底 那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 佛法是五违法 是讲究竟的话 新的体 我们一起来努力吧 谢谢大家 第二段经文如下 若辱指令分别觉观所了之性 必为新者 此心即因离诸一切 设相畏处诸成事业 别有权幸 如辱经者曾听我法 此则因生而有分别 众灭一切 见闻觉知 内守悠闲 尤为法成 分别隐事 接下来请传问师兄 萧文 这一段 其实佛是跟阿难说 如果阿难 你一定要坚持 认为 你这个人分别 能觉能观 能了解 知道一切这个性 就是你的真心 那么你这个真心 应该离开了一切设相畏处 一切六成之外 应该有个单独完整的体系 接着佛又继续说了 如果你现在听我说法 这是因为你的耳朵 能够听见我说法的声音 而且能够在心里面 分辨了这个声音里面的含义 那么纵然你消灭了 一切的见闻觉知 你的心去到这个 优生极尽的境界当中 仍然也是你的第六意识 一余极尽的法成 还是有分别心中 所显现出来的影像 以上 阿弥陀佛 我非赤乳 只为非心 但乳于心 为细揣摩 若离 虔诚有分别性 即乳 即真乳心 若分别性 离成无体 思则 虔诚分别隐事 尘非常住 若便灭时 此心则同 龟毛处角 则如法身 同于断灭 其谁修正 无身法忍 即使阿奈 与诸大众默然刺失 接着请宏廷师兄 帮我们消闻 各位师兄大家好 这段分享是 这段整理分享是 我总对阿兰说 我不是故意骂你 过意定你 抢破你 不是要你听话就好 只是要你知道 这个心是真的 你一定要好好仔细的去观察 若你的心 离开了所有的条件 一切万反了 就不会 就不用 管天时地利 人和 也不需要任何条件 也不用 因为没有钱 没有健康就烦恼 所以离开了 这个层 离开所有的条件 离开这个层 就是你的真心 如果这分别之心 是离开层 无底的话 就是前层 分别于是 这就是 这就很危险 如果只是依照 这念 这旺心 前面 非常热忱 后面无力 常常就是 刚开始很拼 后面就不见了 觉得太累了 就起烦恼 就不想修行了 永远会 起起伏伏 深深灭灭 用错了心 用到 忘心就无法独立存在 要依附着层 它就 它不是 常住不灭的 它会变动 如果 层变灭之时 一层而起的心 就会如 龟毛吐角 若空 希望 能修的心 就会断灭 菩萨的七地 到八地 就是修这个能 正能 就是 清静 安定的心 没有 没有众多生灭 执着 没有法的执着 就是生 若能进入出地 欢喜地的时候 就能悟到诸法通向 就没有生灭的烦恼 那就是 无生能 就是要安住 这不生灭的静 叫做 真儒之心 清正真儒 到八地 连维系的法子 都没有了 就是八地的地 所以称为 无生法能 佛陀说 若用旺心来修的话 修到最后 常常断 断灭了 请问谁来修 这无生法能呢 所以安安和诸大众 听了就默然自私 恍然大悟 没有办法推翻 佛陀 也没有办法 说服自己 说我明白了 这旺心 就是真心 被推翻了 现在接受了 但是现在 非常的失落 所以叫做默然自私 修行不要走错路 一定要用真心 不然煮沙成犯 就是 土老无功 白费力气 这段的重点是 离沉有体是真心 离沉无体是妄心 有请民工师兄 做总结 阿弥陀佛 那接下来分享 本段经文的重点 还整理 还有结议 那刚刚 洪廷师兄 已经都讲到 这个重点了 其实这个重点 似乎说 这一段经文 相当的重要 修行要先 认清路透 就是不要走错路 那就是刚刚讲的 修行的根本是什么 什么是虚妄的 什么是真实的 才不会说走错路 然后 煮沙 想要成犯 那这段经文 就是重点叫 我们分别真心 还有分别妄心 那妄心就是妄事 它的特质 就是离沉无体 那当有外境 六成的刺激的时候 那妄心就会产生 那就是前面所谓的 那个前程 虚妄相想 那例如说 我们听到赞美的音声 生起了欢喜 听到毁谤的音声 就会生起 有一点称恨 那可是外城 不是常住 那是生命变化 如梦幻泡影 那当这个成像 消失的时候 那相对的妄心 也就跟着消失 所以 成生 则生 成灭则灭 那个妄心是离沉无体 无体就是说 虚妄不死 那回到二种根本来讲 妄心就是攀岩心 就是我们无死生死的根本 那我们就是错认 错认那个攀岩心 以为自己的心性 所以导致轮回 流转 那真心的特质 就是离沉流体 真心不需要靠任何的条件 就是不假外穷 不管成生 成灭 真心都能保持 它的完整性 就如从禅宗常讲的 以末 动静 体安然 那离沉流体 所以真心 它就是 本不生灭 本质 记住 也就是我们 修行 成活的根本 那从前两天 破忘事 无处 忘事灰心 到今天 破 忘事无体 就是彻底的破坏 我们无始以来的 颠倒妄想 接着 活头将 以十个角度 来开显我们的真心 就是明天 继续复习 十般显见 那以上是 第二组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 恭请 建徽法师 指备开始 好 作为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 苗董 楞言 一千日的 第二百零九日 我们在两百天之后呢 就回到 这个见道分的最前面 就整个 楞言经呢 要开悟啊 最重要的地方 就在见道分 那我们一般呢 都是以为佛法师 在道场当中 学习这个名词 就像刚才呢 第二组 就非常认真的去分析了很多的名项 什么第七地啊 到第八地啊 第八地啊 然后接下来就无声法忍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 现在的生活 是完全脱节的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是说 当今天学到了这个之后呢 我怎么样来破忘而显真 问各位一句话 你学佛学到现在 你知道有真心 对不对 可是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用的是真心 还是忘心多 忘心 你还是很喜欢你的忘心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就是 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修得不好 所以就像阿南这样 阿南一开始呢 他就一直很懊恼 恨 恨 那我们是不是从学佛学到现在 每次师父说 你修得如何 哎呀 惭愧惭愧 我真的觉得 这个好难啊 修行好难啊 你为什么觉得修行很难 因为我们今天心里面呢 设定了一个什么叫做真心的标准 但是我们知道真心是很好 可是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忘心 这就是阿南现在的疑惑 因为一般人 他认为真心是什么 就是破忘 破忘 就是所谓的破忘 就是不要打妄想 那意思就是 木头 你要当木头 你要做一个无心之人 才是 才是佛 因为佛没有感情 因为有感情 喜怒哀乐 是妄想 好 你看你 你今天这么傲慢 你以为你最了不起 那你妄想 是不是 那你很贪心 你很暧美 是妄想 那请问谁不爱美 你是不是 有没有希望自己很美 有没有希望你身边都有人 就是你就喜欢漂亮的嘛 是不是 看了觉得很美 赏心悦目 对不对 那你喜不喜欢有钱 喜不喜欢 还是我喜欢穷困潦倒这样 每天都吃垃圾堆的东西 好像没有这样嘛 那你喜不喜欢 大家要称赞你 喜欢吗 你总不能说 我最喜欢 所有的人都骂我 像过街老鼠 太开心了 是不是 所以归根结底 我们的内心里面 是喜欢五欲 色身香味触发 眼睛看到美的 好的 贪嗔痴慢疑 我们其实好喜欢 所以当阿南听到了 这个是生死根本的时候 他真的是 吓傻了 对他来讲 不要脱离我 我最喜欢的生活 所以你看 刚刚开始呢 法医就在那边讲 他举出了八大论点 来证明说 如果 如果这个不是我的心 是不是 佛陀讲 这个不是我的心 是什么 是 虔诚虚妄想想 好 那 如果这个不是我的心 那我就是 没有心 有没有 我们是不是认为 佛就是一个没有心 没有这些妄想心 没有妄想心 那我们的人生剩下什么 剩下清淡 无味 清净 好 那 无欲无求 那人生有什么快乐 好 所以他的害怕就是 那我就变木头了 我跟木头一样 我跟石头一样 当我们很痛苦的时候 我们会好希望自己变石头 有没有 但是当我们很快乐的时候 你又很害怕自己变成石头 是不是 这一切会消失 我会害怕 我们会害怕 因为这一切真的是 事实上是会消失 所以我们又爱 可是又知道 他不是可靠的 这是痛苦的来源 所以佛陀 他就要告诉安然说 我不是叫你不要把它当成 是你的心 的确我们有 我们很 很讲 讲追求快乐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得到 这一切的美好 就像这个乐透 谁不想乐透 我们虽然说我们不执着 是因为我们没中 那如果有中 你看两块钱 然后 是不是 中了多少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一百万美金 你想不想中 我也很想 是不是很开心 有没有 所以呢 所以呢 你中了之后 你喜不喜欢 你喜不喜欢 各位 如果给你 你要不要 一百万美金 那生外之物 生外之物 所以你要拿来给师傅 我需要 我需要 所以呢 怎么办 然后你看他很开心 有没有 好 所以就开始去做什么 是不是 你用一百万美金 你得到了 你就是要得到快乐 你不是 你不是不可以得到 你也不是不可以追求 你就去追求 没有错 那 的确 你会患得快乐 那佛陀这个地方 再告诉我们 你去观察 如果这个快乐 是永远可以快乐的话 那当然 可以追求 可是问题是 如果这个快乐 离开了某一种条件 而会消失的话 那你终究是痛苦 就是不可靠 好 所以佛陀讲 我非赤辱 直为非心 我不是叫你 你不要追求 你可以追求 你可以他 你可以想 你可以有 很老实的 我们每个人都欲望 所以我真的很想 好好的 爱护自己 没有人不喜欢自己 得到快乐 但是 我们要去分析 或者是观察 你以为的快乐 真的是快乐吗 有没有可能是错以为 他会带给你快乐 结果竟然不是 我们觉得有钱快乐 可是当我们追求 金钱的过程 带来多少的痛苦 我们金榜 敌民的那一瞬间 很快乐 可是他真的 可以让你很快乐吗 我们觉得 有很美好的人生 是不是 这些都是我们想追求 刚才法医讲的 五福灵门 有没有 如果这个五福灵门的 这些快乐 他会一直存在 OK 表示他是 有实质上的 实体 就是不管 天时地利 人和 天不时地利 不利 人不和 通通都可以 让你维持 那个快乐的状态 那表示 他不会坏 不是灭掉 会坏掉的 不是无常的 那这个就是真心 可是如果呢 他某一个条件 不具足 就没有了 就改变了 譬如说 真爱 你爱我吗 不管什么 你看 在结婚的时候 不是都会宣誓吗 不管你变成 什么鬼样子 我都永远 不会放弃你 有这种爱吗 有 佛菩萨 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我们已经 堕落到地 地狱去了 趴在地上了 还到地底去了 佛还是说 你是可以成佛 是不是这样 可是我们呢 我们都还没有去地狱 我们就已经宣判 无数的人 死刑 我不可能 再跟你说话 因为你是魔鬼 你知道 是不是 因为你没有救了 甚至于我们也会 宣判自己没有救 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 得不到什么 我就要毁了自己 因为没有救了 没有用了 别人不爱你 你也自己 也不爱自己 也放弃了自己 但是当我们得到的时候 我们又患得患失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真的去 看清楚 什么是真 什么是旺 所以我们就建立在一个假的 假的一个现象里面 所以佛陀就讲说 我们来分析 如果是真心 他都是不会改变 他不会坏 我不是叫你不要执着 你可以 但是你要看清楚 眼睛睁大一点 这个感情呢 是可以谈的 因为人是有情众生 只是你要有决心 你要分清楚 对方爱不爱你 你现在追求的目标 是不是真的你要的 你就看清楚 并不是说不可以追求 不可以有这些想法 分别心 可以 那其实在这边呢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分类 所有的修行都是这样子 不管你修行不修行 你修什么法门 你不要因为某一种情况 而趋之若物 是不是 很多人都说 我这个法门最好 最殊胜 那你都可以修修看 到底哪一个最适合你 如果我念佛会安心 可是不念佛 我的心就很慌 那你的念佛就要调整一下 你用什么心态念佛 我今天拜佛了之后 我就会得到我想要的 所以当然大家都会想要 好好的拜佛 五福灵门嘛 可是这个是你要的吗 我们说学佛是富贵人 乃至于智慧 般若智慧 修一切善法 会得佛 佛的果报是万德庄严 什么都有 好 那你现在可以什么都有的时候 你就要去想 好那如果什么都有 佛是不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所以你要求有钱 就要求最有钱 而不要只是发小财 然后又会漏财 又会损得 那就不是真正的有钱 所以求富贵得富贵 求男女得男女 你喜欢感情上 能够得到最安全的感情的归宿 那你就要学佛 佛就是感情最丰沛 丰沛到所有的众生 他都是无缘大直同体大悲 他不是私有的 他不是占有的 他不是狭隘的 他是广大的 而且无怨无悔的 无所求 但是他得到最多 所有的人遇到佛 一定都是最喜欢佛嘛 是不是 可是为什么人家不喜欢你 不是因为你不够爱他 是因为我们的心 没有把他最大化 大到什么 大到没有生灭 大到不会坏 那就是佛 所以佛陀一开始就跟阿难说 我不是叫你不要去有分别 那你去看你这个分别是依据什么 我们要有智慧 如果我们追求的是最后是空 一场空 那你一开始就不要走这个方向 因为他不会是你想要的 你只是以为那个是你的目标 这叫离成五体 那如果你一样要追求 你是可以达到永恒 那你就要走这个 这就是我们要坚持的 可是因为我们不太会分辨 所以佛陀在讲的时候 我们就要好好的静下来 来观察看看你自己 所以他讲 维系揣摩 那你只要学到体 有体跟无体 你就可以分辨真的还是旺的 所以不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改变 永远都是很稳定 很恒长的 那个就是一直存在 那因为某一些状态 你才会拥有 譬如说我们常常觉得 人家不够尊重我 一定就是我没有钱 那不对 那不是人家不尊重你的原因 那人家都不喜欢你 你一定是因为我长得很丑 不对 那是你自己认为 以为某一种条件 所以有的人他要去整形 有人他要去得到很多的钱财 有的人他想要爬到很高的地位 有的人就没有什么条件 就认真读书 把成绩弄得很好 学历弄得很高 这就是我们想要获取 被肯定被尊重的一些方法 我们想要的其实不是被肯定 而是想要真正的找到一个永恒的幸福 这个球并不是错的 我们要的快乐并不是错的 只是我们设定的那个快乐是错的 就是我们以为这样子会快乐 其实不是 因为我们追到的 它是暂时的 假的 就像刚才 你得到了乐透 你以为真的乐会透 结果真的不透 它透支了 它不是 不是乐到底 所以这叫究竟和不究竟 如果这样子的分别 你就可以知道 真心还是旺心 怎么分 离成有体是真心 离成无体是旺心 所以非常谢谢 今天第二组讲得很详细 因为这一段的确很重要 但是即使你现在还搞不清楚 因为阿南跟大宗默然自私 就是好像有道理 但是听不懂 因为我现在要把我自己原来的 这个习惯 我最喜欢的那个旺心 要跟他告别 其实呢 佛陀到最后讲 急望急真 你先不要急着跟你的旺心告别 先不要回去 把你的头剃光 也先不要把你的财产 通通都丢到 那个垃圾桶里面 因为 你只是要怎么用它而已 这个心 就是两面刃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那为什么 为了要表示 我不执着 而把那个舟 把它给丢掉呢 是不是 过河不需船 可是你还没过河啊 你需要那个船 要不然会溺死啊 可是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不执着 所以就跳河这样啊 自己游泳这样 所以呢 其实就是怎么用而已 不是旺心不好 是你要会善用它 否则呢 就很容易陷入危险 好 是这样子 那今天呢 就是一个总结 就是把这个真跟旺 先搞清楚 才不会被骗 不会认贼为子 那明天开始 我们就要把这个十番险间呢 一次把它看完 因为其实讲来讲去 就是真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 谢谢今天第二组的分享 很精彩啊 很精彩啊